齐哈尔三十四中学,四点钟左右发生体育馆楼顶参塌事故 在四点钟发生事故以后,孩子陆陆续续的送到各个医院,有第一医院 有什么南院,中医医院,有中医院,南院,有附属二院 陆陆续续的送到,我们这儿送了几个孩子 八个,现在九个,现在有九个 就现在,不是,这样啊,这样啊,现在,现在啊,现在这里头可能有五几个 至少我一个,一共九个,你一个,还有谁 三个听着,一共九个 至少是五个孩子啊,至少是五个孩子 现在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现在已经明确的告诉我们有两个孩子没有生命体育 而且送完就没有生命体育 在这个四个小时,五个小时,甚至六个小时,啊,这个时间里边 谁,都干啥了 都在干什么 你们,孩子们有生命体育,你们不需要跟家,家属沟通一下吗 家属家里有老人 后事需要处理,不需要准备一下吗 抢救了这么长时间 谁,谁跟我们家属沟通一下吗 来了的全是警察,在战的这些人里边,有警局的,有政府的 你们从来了,谁也不作声,谁也不说话 你们在这里边干什么,让你们在这干什么 你们当地探吗 你们能不能起话吗 再给领导汇报吗 医生也不出来 医生,医生是不是要把抢救孩子这个过程相关情况要跟我们随时沟通 没有一个沟通的 现在已经明确了 那个孩子,第一个孩子被雨昕没了 我着急了 我跟警察说 我说你,我说你跟,跟医生跟我们沟通一下 没人沟通 警察来是执勤的 防止有人闹事 防止有人闹事 政府来的工作人员 没有站出来跟家属做工作 问问家属什么情况,有什么诉求 没有站出来跟工作人员,跟家属有沟通 一直到这个,被雨昕没了 我着急了 我让警察问沟通 我说你跟医生沟通一下 把孩子的情况反馈给我们 也沟通不了 后来我自己进去了 我说这样,我说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我孩子什么情况 你告诉我一声 哪怕是没了 让我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让家里老人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告诉我 好 几个家长一起进去了 最后,说你留下 我单独跟你沟通 说,孩子送来 我姑娘 我姑娘 我送外地回来 我姑娘可能是大概 五点钟左右 七点钟左右 七点多送了 现在几点 十二点 这么长时间 没有任何人给我们任何一个消息 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 公安 教育局 街道 政府 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 这个期间 跟我们家属有过任何的沟通 我们是因为意外产生的事故 我们是患者和医院和医疗之间的问题 我们没有人闹事 但是警察始终冲在前面 其汉是这种态度吗 领导来了 领导来了 跟这个打电话 一级一级的汇报 十几个孩子压在体育馆下面 省长 省委书记都重视 市长 市委书记应应该来 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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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应该来的 到应该也没来的 市领导 来来来 走来 市长 市委书记没来 市里的领导 来了一个区里面 人大的领导 干啥吃的 他来了说 我们有医院医生的变化 我沟通不了 这就是现在目前的情况 告诉我姑娘没了 我说 我说我们没看到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 所有的孩子都灰头土脸的 或者满脸是土褥 是鬼是血 我说你让我认一下 没准就 没准就不是我孩子 一小时过就还没让我认 最主要的是我们姑娘 他救命就 一个小时了 还没让我进去认一下 关键那个人大的领导来了 说说他刚接到这个通知 齐齐哈尔在干什么 龙沙区在干什么 我们八点问教育 你在那 人高我们抢救了 领导我说的那句话 无言哈就没了 我说那句话 有没有一句无理取闹 有没有一句是无理取闹 我们是公安局 我知道 始终是公安站在前面 区里的 始终是公安站在前面 谁 你们 你们来了这么长时间 这里面有这么多教育局的 政府的 刚才就我进去之后 马上有一个政府的女同志跟我进去 他不是去 他不是去帮我跟医生沟通的 他不是 这好几个家长都在的 他知道过去干什么 他看到我们要干什么 把情况随时要向领导反馈 这也没错 但是你们是不是应该 跟医生沟通呢 让我们家属是不是知道孩子 到底什么情况 我是第二个 我是第二个告诉孩子 送来就没有什么问题的 你这过去 你这过去 六点多 十二点了吗 这六十二点了 你看我 我抢救呢 现在血肉不见就没了 你们玩的 真的 这都在干什么呀 医院在干什么 政府在干什么 就公安在这儿的维持秩序 出这么大事 领导都没有一个出现的 医生 医生 医生也不出来 就死你的儿呗 怎么算大事 你们往处发 喝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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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下二十多 不算大会儿的